基隆市议员张炳钧在市长市政总咨询中 希望市政府可以为中山区快捷公车1813D 在沿线地点增加四处停靠站 方便民众搭车甚至发展观光 1813D快捷公车因为它没有进去我们大庆大城 也没有经过我们喜事 就是我们和庆里跟中和里 我们中山区最大这两个里 那时候我们有在建议就是说 我们希望增设一个大干零一 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外围的 所以对和庆里跟中和里的来讲 并没有这么大方便 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在建议是不是说 可以来增设比如说我们统一新城站 因为我们统一新城那边人口 也是占了我们德和里的第三个 第三大人口 然后包含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观光跟交通 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们在这四年的时间 我们也不断不断的在推动 我们万木山观光的发展 那我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山高中站 就是我们万木山风景区的路口处那边 也设立一个站牌 等候站 方便未来我们的所有的游客 回到我们来到我们中山区的时候 他们可以更方便的进去我们的万木山去观光 因为我觉得你要提供一个交通的便利性 对游客才会有一些的吸引力 包含我们的中华国小 那一边的话 我也希望再去设立一个站牌 因为那一边除了我们学生以外 还有我们同名里相当多的住户 机动市政府交通处长苏先知 大讯师表示有检讨的空间 那有关1813D的部分 也很顺利在今年年初开通 那至于说您提到的这个增设站牌的部分 我觉得有些是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因为有关国道客运的话 除了它的这个设站的间距 比较比较大一点 不像四驱空车那么的密集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它主要是载送成绩的 这个成绩的这个运输 那地区道路的这个停等的部分 希望能够减少 但是您提的有些的 例如说中山高中的这个部分 可以衔接到外木山的这个 可能观光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话 我想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些检讨 那配合像新衡兵这些大建案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还有检讨的空间 那另外我也跟您报告 大概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也有收到国防客运 真的1813D的路线的一些申请的部分 那它是跟监理所申请 那后续的话 我们会配合监理所来就他们所申请的 这个内容来尽量的给予一些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可以继继续为我们激 verd Stock址 发展的了 那我可以帮助